字幕君 今天好像要帶大家去環遊世界 呃...你說... 為什麼這樣嗎? 你們看到的是創作 創作是甚麼生活 在生活中 弱歲 應該是 很常見的一件事吧 今天開始帶大家 環遊世界之前 因為很久沒有出國了嘛 為了保持好心情 唉 我們就先把家裡掃乾淨一下 還不對是先穿衣服 馬賽克應該沒了吧 我還帶你們看一下我家到底要多亂 對 地板兩坨剩了個衛生 沒有 你看你看這裡就一個毛 很髒吧 超髒 OK 哇 廁所也是 廚房 你幹嘛 雙毛 不要乖 這事 我用掃脫機前就覺得 它實在也是掃的不乾淨 然後脫的時候又會黏那種 灰塵在地板上 所以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良好的掃地工具 完美 作詞 自己打掃完了我給你們看一下 噹噹 很安心 很安心 噹噹 對 我等一下會拿它去丟 打扫好了 要用Google map 最恐怖也絕對不決定 媒體出來 環遊世界吧 坐飛機是不是要吃個飛機餐啊 之前聽說家樂福有出一個 飛機餐的條例包 等我一下 那個好像已經賣完了 是地鐵餐吧 那我就不多話了 世界旅遊吧 我們這個第一站 南基上面的一間小屋 它上面有寫 Enter at own risk 進入風險自負啊 一堆的 看起來是武器的東西 這應該看起來是一個獵人戰士的家 可是呢 東西都已經生鏽了 哇 上面還有很多的條例罐 看起來是已經很久沒有在使用 這是他們睡覺的床吧 這是一個 人嗎 還是什麼東西的皮 嚇死我 我想說這是一個人躺在那 蛤 這裡有一隻死掉企鵝耶 而且 這個鏡子上面還有寫字耶 這該不會是什麼殺人犯的那種房間吧 嚇死人了 空降我們下一個地點 捷克的神秘教堂 大家我們進來了 我們看一下這教堂是怎樣 好酷喔 這裡一排坐著全部的人都看著布袋 倒在這裡耶 後面還有站一排人 那這個風光裡面的地方 到底有什麼恐怖的呢 這一個玻璃前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下一站我們來到這個是捷克 那大家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馬賽克的人對不對 在那個時候呢 他是並沒有馬賽克的 因為這個阿嬤他太熱門了 所以他被馬賽克 放這段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會知道了 搞不好那個阿嬤看起來只是正常的 要去除草或幹嘛的 OK我沒有教你到下一站 哇這裡也是房子嗎 還是農作物 還是墳墓 這個地方呢是在西班牙 那這裡有怎麼回事呢 哇 大家有看到嗎 這裡有骷髏頭啊 然後下一站 降落到這個 智本 就是有人說 地圖上出現一隻哥吉拉 但我看來 它根本就只是一個 樂園嘛 在傳了一間 以哥吉拉為主題的樂園 那大家有興趣的 就直接去搜搜看 顧名思義 哥吉拉樂園 下一站呢 我降落到這個 菲律賓 然後這裡呢 據說就是有一隻 鱗魚啦 但是呢我現在看起來 這隻鱗魚 它也是假的 嗯 對 但這娃娃下不去 我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就是非常多的娃娃 真的是蠻酷的 然後下一個地方 就來到了中國大連 這個地方特別的呢 就是不知名的手掌 而且超清楚的 Fuck 真的好清楚喔 它上面有好幾隻恐龍 OK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 美國的克里夫蘭 大家有看到這個 旁邊的屋子呢 全部都是完好的 唯有就這一個屋子 被打了一個超大的馬賽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其實呢 是因為 這裡其實發生過一場 驚天動地的綁架案 在2002到2004年間呢 卡斯特羅陸續了綁架三名 二一 十七十四歲的女孩 他們的名字分別是 米歇爾奈特 阿曼達貝瑞 跟吉娜德赫蘇斯 他們呢 一共被 卡斯特羅 窮盡到2013年 整整十年之久 那他們最後是怎麼逃出來的呢 剛好有一天呢 卡斯特羅出門 但他最外面的那一層大門 忘記上鎖 雖然呢 裡面還有第二層的門障 但女孩貝瑞 門障的鳳鳳 看到有鄰居路過 因而大聲呼救 他們三個人才得到了救援 而根據他們被綁架的日記指出 卡斯特羅把這些女孩 綁在自家的二樓 手腳脖子都靠住 一天只給吃一頓飯 一週只給洗兩次澡 廁所也是外面那種塑膠馬桶 他們需要自己清理 甚至呢這些女孩 每一個都被卡斯特羅 弄懷孕之後 又毆打 時常流產 但是其中一個女孩 貝瑞在被獲救的時候 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而甚至有一次 卡斯特羅自己養的寵物狗 都看不慣卡斯特羅這樣子的暴行 要阻止正在欺負奈特的卡斯特羅 結果反而呢 被卡斯特羅咬斷脖子死亡 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犯罪 但是還好聯邦調查局 有給這個卡斯特羅一個制裁 他在法庭上一共被宣判 937項嚴重的罪名 包括強姦、綁架、嚴重謀殺等等 重判了無期徒刑 加上一千年的有期徒刑 而卡斯特羅呢 就因此在牢房裡 用床單上吊自殺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環遊世界之旅啦 希望大家坐這一個 王狗航空 坐得還算開心 站下來吃我的這個 地鐵便當 什麼口味的 牛肉 嗯 嗯 再照顧看 台灣Google地圖上 有沒有什麼恐怖的地方 好了 還可以去親自探險 沒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一個 南極州的小屋 這個小屋呢 是在1910年代 一個叫做羅伯特的人 他率領了他的南極探險隊 在那邊建造的 屋就一直保存到現在 裡面就仍然留有一些 所以當時的樣貌 然後他也列入了他們 世界古蹟的觀察文物之一 這個第二個小屋呢 是傑克比爾森的某一個教堂 他是在1352年的時候建立的 那在1796年的時候呢 一場大火 毀滅了這個 巴洛克寺的教堂 所以這個骷顱頭呢 是西班牙埃斯特拉的一個景點 是藝術家路易斯 花了30多年的時間建造的 然後那個骷顱頭呢 是用木頭樹枝 還有金屬的鐵絲網 石膏油漆建造出來的 算是一種前衛的目的 給大家多一點的想像力吧 菲律賓這個呢 會有一隻美人魚雕像在那呢 因為當地就是 據傳有人魚的出沒 因此而有名 所以就設了一隻 人魚雕像在那邊 娃娃居住在那邊的原住民 他們就在進行一些奇怪的儀式 就要把娃娃掛到樹上 也因此而發生很多靈異故事 然後但後來隨著科技的發達 政府的介入 直接被改建成一個娃娃村 紀念他們歷史的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歷史保留下來的那些文物的美好 根據我這樣再往上一滑 我發現它這裡有一個恐龍故里 然後點開來發 發現你看 恐龍公園 對 你